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齐抗逆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讲一个比较 尴尬、没面子 潑冷水什么也好 其实在台湾也试过 之前有位仁兄 不知仁兄弟小静 怎样都可以 仁姐的名字应该是姐 为什么呢? 因为唐鳳应该是类似合当的 他开会 之后民主峰会 有些图片没有显示他出来 台湾地区本来想投诉 但美国一出声他就不敢出声 现在 台湾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叫做 美国开了疫情峰会 之前我们也说过 台湾地区的 前副领导人 好像殷申港那位 殷申港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不要紧了 因为以前何臣就冤枉我们 说我们跟殷申港 是有什么关系 我看都没见过他了 老实说大家知道我都成为殷申的 除了这样之外 会不会他说我是殷申港的私生子? 很害怕 没事 可能我老爸 他比我殷申港大 这位 台湾地区的 前副领导人 陈建仁 他们叫副总统 引号 陈建仁 不是陈建仁 去了美国的疫情峰会 但是 为什么在视频当中不见他? 是黄家卫导演 好像那些 王家卫导演 也算是大明星去拍的 谁知道他后期的剪接 剪到没有了 是 让他全部剪掉 原来 有台北市的民意代表质疑 美国的全球 你看这六媒多衰 全球新冠疫情峰会的影片 未见到前领导人 陈建仁 之前不是说到很大事 他有份致辞 为什么那条视频没有了? 哪里 这么大事? 他拍了 不如这样说 拍了视频就不代表人家用的 是不是 你之前吹到这么大 人家有期待之下 没有了? 没有面子的 这个又是第二个七 不应该这么说 比较7的地方 之前陈时中教人家 去防疫 如何成功防疫 记住 当然 疫情就 爆发着 在台湾地区 这位陈建仁也说 台湾怎样劲 防疫怎样成功 会不会是醒不着 其实现在这么大事 找他介绍经验 等于自打取吧 其实 现在 这个台湾地区 管理外事的 这位 安姐 欧江安 就是 外交部引号 因为台湾是中国部份 他们管理外事的发言 欧江安 就说 不是 有啊 因为 开会的人太多 大会 时间有限 所以 我们的 前领导人 前副领导人 陈建仁 和其他国家组织代表支持 都是用预录的方式 挂在 这个美国国务院 这个疫情峰会的网站上 你喜欢看自己看 是不是 好像以前有些人 送一些试试 那些歌 去那些 创作人的 他就是了 他就说 我们有个 有个网子在 你们自己看 这也很不重视 你当时大罗大鼓就说 不是当时说到天选之人 全世界都没有 只得台湾地区有份 原来你现在说 因为很多人参加 所以 就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样 直接地说 很多人 被人参加一二变 是不是最直接应该这么说 是啊 是啊 哈哈 或者你好像电影那样 你的片段不重要 就剪掉了什么 没错 这个也挺好笑 当然我们看到 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就问这个 蔡政府 就说 在白宫也有YouTube频道 在白宫的YouTube频道 所谓的第二届全球 疫情峰会 为什么没有看到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 曾见人出席所谓支持的视频 还有你记住 你以为出席不用签 别人不是请你去的 因为 他政府是捐了150万美金的 捐了都没有 哈哈哈 就是买一个机会 不要这么说 别人有条链 是放了上 Data Base 别人有条链 你可以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他很贵的 一条链 一条链 150万美金 叫自己去看 欧港安 就跟中央社 台湾地区领导人 这个官方的媒体 就跟中央社说 我们之前说过了 这次参加 美国疫情峰会很多国家领袖 很多人参加的 不过大会时间有限 美国和其他主办国家 都已经规划好了 除了安排共同主办的少数几个国家领导人 在会议当中发言之外 包括 台湾地区在内的其他 国家地区 还有 记住 地区 和组织代表 都是用预制视频的方式去支持 你就不要大罗大鼓讲得那么厉害 好像只有你一个是懂得 当然这位陈建仁是有医学背景的 好像只是你最厉害的 欧港安更加 是掃了一条 拿出来 就说 5月1号峰会当日 美方即将各个地方 支持的人 就 影片挂了上美国国务院 这个疫情峰会的官方网站 哇 巴林币 巴林币 对不起 我都不想这么说 不想说这句话 但是说到自己很厉害 欧港安也说 白工 另外也会整理好 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各个地方的 具体承诺事项 放在他们网站 也是只有网站 也是只有网站 他就说 这个好笑 就说 现在倒内疫情严重 所以 不要批评我们捐150万美金 两用也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说 人家说为什么 为什么 不可以批评 你捐来做什么 欧港安作为蔡政府的其中一个发言 就说 台湾地区以具体行动 协助国际社会 应对全球疫情 具体行动应该付钱是最实际的 彰显了 台湾可以帮助 你帮自己吧 台湾需要帮助 台湾需要帮助 而且台湾能够帮忙 而且台湾正在帮忙 的无私精神 原来捐钱是无私精神 好厉害 也证明了台湾地区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之后有什么良善社会 背都背得出来 财政府说 作为良善的社会 我们 作为良善的社会 我们会和 这个基于规则的 这个叫什么 基于规则的 国际 国际 对了 这样的几个东西 什么自由民主的盟友一齐 什么和平 稳定繁荣 他都说那几个东西 欧光温也说 我们很有责任心 也是会缓解国际声温的疫情 可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你先帮一下自己好吗 那就符合我们台湾地区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这样说 我是做节目的时候才知道 大马sir没有跟我说 我现在才知道 之前他没有跟我说 我们刚才 做节目之前才知道 原来是8万5千多 他的确认数字 非常之大 台湾可以帮助 How to help 除了捐150万美金之外 先扭碰你自己 多谢 其实 就是8万5千 356个方案 离世人数也是 41个 41个就是他最高的记录 之前亦有41 现在总共的累计确诊人数 整个台湾地区 是981,141 所以之前比王喜叫庄天祥威庄 庄人祥说得对 是最后破8万 应该就 应该就可能 不可能应该 因为他差 差2万多 98万多 差1万8千多 没理由 那么厉害 8万5千多 明天变成 1万多 或者少于1万多 应该是一个趋势 我认为是一个趋势 一刻要减得这么厉害 应该是世界医学奇迹 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是 这也不假 这也不假 因为这样的话 他又怕被人笑 当然我们看到 台北市长欧文哲 依然 跟上面 和阿忠 或者 和财政府 在江山 他 就说 为了不会被医疗系统崩溃 其实传出 有护理司 不愿意快篩 不可以吧 是 陈时中 疫情的指挥官 就说 这种说法是正确 但是没有证实 如果没有 篩就没有确诊 所以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说什么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可能有人 但是证实不了 如果没有 是 查过就不知道有没有确诊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什么没塞 这是他原话 他说这种 这种讲法 这种讲法是正确的 但是没有 实证 没有证实 没有证实 对不起 就说 如果没有塞就没有确诊 真是很难懂 你讲中文 大概就是我刚才说 就说是有这种说法的 但是证实不了 如果是没有 去 他 西检过就不知道有没有确诊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真是这样做 因为没有查过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状况 那你怎样做 台湾地区的卫生部门 大总管 请问你 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想说这句话 什么你都不知道 台北市长 波文哲昨天就说 要撑住医疗最后一时 台湾地区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这个难关 冲过这个难关 台湾地区就可以解封 只要这样 过到这关 就可以了 只是他很搞笑 他就说 只要过到这关就可以了 不过不知道这关要过多久 不过啊 听到真是一颜寒 你这样说的 不知道要过多久 他原话就是 只是这一关要过多久不知道 这不是真是坏的 因为没人知道 他就强调 完全不防护 那么 个案增加的曲线就冲上去 冲下来 一个月就觉得 哦 这是不是叫躺平 算是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说 就是 完全不防护 他说的 一个月就可以解放 他说的 他说的 但是 你老人家可能牺牲很多 有没有 岛内有什么专家 试下做数学建务 没有 没有 估计也好 虽然断估没有辛苦 当然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暂时没看到 这位陈时中有叫什么专家去搞 安雲志强调 现在 完全 不防护 个案增加曲线向上冲 之后 冲下来 一个月就过关 看看这个接运 运量就知道 台湾人还是很小心的 预期大家不理的话 一个月就解封 小心会拉长一些 就是 他的意思是 越小心就可能 解封的时间拉长一些 就不知拉多久 他意思是否要躺平躺平之后 大家一起冲过去就算数 我 字面上这样理解就是这样 我看到的一些视频也差不多意思 他就说 柯文哲分析 北市 中重症人数 每日住院人数就是200人 维持一个月两个月 两个多月 如果没有办法预测 现在虽然餐厅生意不好 但是社会勉强可以运作 看看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惨况 现在台湾还是可以的 捱过去 撑过去台湾就解封 大家咬紧牙关 继续努力 行不行 很无信心 他也说 其实现在 高峰期差不多到了 他就说 预估 这个 红峰期 他们叫红峰期 将会到 外界就好奇了 是不是下星期的确诊数就开始跌 他就说 高峰期差不多 但是依然有黑数 黑数 黑数的意思就是 怎么讲 不确定的因素 对 不确定的因素 那就要看看 这些 专 本来应付 确诊人士的病床 是不是在安全范围之内 他就觉得 800张 现在就是安全范围 医疗的量能 老蕭是错的 他读都读错 证明他很少看台湾新闻 是直接读的 是量能不是能量 量能 医疗的 这个叫做资源 他就说可以应付 这条就是可守住的 稳打稳扎的 他昨天的记者会也说他认为 这个峰值就快到了 不过还有黑数 每天就看大约是200人住院 如果这个住院数没冲上去的话 空床位有800张 还是安全的范围 虽然不知道 峰值有多高 什么时候都顶你 你说差不多到 现在你说知道 又说不知道有多高什么时候 唉 他也不敢说实 是的 他自己也没有信心 他自己也没有信心 你也不敢 谁有信心 在台湾 他不敢说得那么厉害 如果他说得那么厉害 到时 他又有时间被人说他 明白吗 是的 我们看到 他就说不知道 峰值 究竟有多少 我估计应该是过10万 什么时候到呢 但是至少 不理是赚成什么样子 不理是很高 很高还是很高 目前 他也说目前 目前的医疗量能 医疗资源依然是足的 这条是可以守得扎实 至于中央引好 就是赛政府 之前说要加开这个西检站 台北市现在剩下 只有一个市立体育馆还未开车 柯文哲就说目前 你要知道台北市就是 台湾地区最先进的地方 如果他做不到屈 全台湾就不用做了 他就说 目前 防疫 急门疹 这个真的是防疫急门疹 为什么这样 防疫急门疹 这个是他的原话 为了防疫的紧急门疹 留了紧字 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话真的叫急门疹 不管是 作业量 每日 做 检测的量 只有1.2万人次 其实都算低 对于其他地方来说 发达经济体来说 虽然 采取预约 但是 依然是可以工作的 可以 在现场挂号 他就说 要看看数字 之后 扯箭扯行 这招 摸着石头过河 看着斑吧 他也说 现在的 据点 再增加作业量是可以的 他也说台大医院西检站 昨天 就开始营运了 一天 你猜做多少个 对台大医院 400 400 他在医院 400 400 老闆 请算小弟坦白 我认为KLD医院不会这么少 不是这么少 你们最多时候检测应该很多吧 我想当时你们也很害怕 我印象中好像有去到十几万 是的 要再加量 是可以再加的 市民在这个阶段 要看病没问题 原则上就是要 预约先预约 满了现场挂号都可以的 透过这些方式 要知道量可以去到多少 他就强调 这些新的 检测站 其实可能是不如之前的旧检测站的功能带 也是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你叫唐鳳的好心 弄一下这个APP 不要经常弄点别人 之前那些 真是 400 你真是说出来都笑死人了 而且应该是台湾最先进医院 当然可能有其他人看病 因为 这个 这个 我真是不知道他们的所谓 良能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你说台湾可以帮助 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此时此刻 我想是之前 或者是之后 不知道 大家知道 另外 有一件事 在台湾地区 也挺令人心酸的 就是 桃园 一位男士 快膝羊之后 突然之间离世 真的想不到 桃园市 农潭区 54岁的印尼裔 陈胜男子 16号的时候 咳嗽 身体发热 感到不适 智行快膝就是羊 但是没有做PCR 他小孩 17号 就发现他 是 躺在家的地板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吓得 立即打 因为他们是一一救的 就是报案 消防员到场时发现他 已经是离世多时 也没有送到医院 因为已经没有了 当然 现在看到 法医就认为他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 心血管疾病而没有了 家属对于这个离世原因也没有意见 不关这块茜事 但是大家 此时此刻 大家都很敏感 很敏感 因为之前 记得有位两岁的小孩 是没有了 所以大家都很敏感 原来 想不到 又有一位两岁 两岁的 不过这次是来自苗栗 两岁的女童因为持续辐射 送入 头昏 围攻医院 就是 诊治 家属以为他是腸胃炎 但是 阮方就发现他 发热症状 高烧没有退 并且有抽筋现象 怀疑 是否因为中了19而引起的 经过PC检测 发现他真的是羊 当然了 之前有个两岁的小孩 又是突然之下没有了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远方也提醒 现在小孩送了去专门修治 这种 情况比较严重的 医院 远方提醒小孩如果中了 可能会引起较严重的症状 所以 要快速地送入 不要错过医治的时效 记住他们不是叫时间 叫时效 现在有些神话 水退时就看到哪个没着腹 你之前说得这么厉害也好 但是 真是来一波大冲击波 就看到你的 这个地区的英边各方面的 医疗资源分配各方面有没有合理 台湾地区就是一个 这样的地方 应该是要 因为小英经常说 谦卑谦卑真是谦卑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啊 好像是沙尘沙尘再沙尘 这个好笑 是呀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